五月,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没了春的撂翘冷寒,也没有夏的燥热难耐,草木欣然,天空沉静 姜姜,你奶又在打你娘了,你快回家看看吧 她奶又打她娘了,秦姜想都没想,便拔腿往山下跑 姜姜,你打的猪草怎么办呀 不要啦,你和望秋她们疯啦 别说是猪草,就是黄金,秦姜她也不想要了 她这会儿就只想一阵疯地杀回老秦家 把那些个缺德冒烟狼心狗肺的男男女女全给灭了 也别管死了是下地狱,还是运气爆棚让她穿回去 总之,能把忍了八年的这股恶气出了就行 山上和秦姜一起来打猪草的刘夏和望秋听到了 山下来报信的周时英也听到了 你先回去,猪草我帮你拎回来 不然回头,你奶又要找你麻烦 我娘她被打得很厉害吗 无怪秦姜这样问 毕竟自打她来到这个世上的那天起 她奶猴是对她娘失事非打击嘛 也亏得她娘打小和她爹一样 没了亲娘,抗压能力强 不然换了个人哪,怕是不疯也寻死了 厉不厉害不知道,不过你奶撒泼打滚的,要你爹休了你娘 你爹她让人请了组长和我爷去,说是要分家 真的,我爹她真的说要分家了 嗯,是真的 秦娇改变主意了,好死不如赖活着 只要能脱离老秦家这个狼窝虎穴,他有的是脱贫致富笨小康的法子 哎呀,别怪那些猪草了,难不成分家,还能分头猪给我们家不成 话落,秦娇拔腿便跑 既然把组长和李正,也就是周时英的爷爷都请来了 这次应该是真的了吧 从前他爷和他奶不肯分家 是因为舍不得他爹和他娘这两个好劳力 可自打一个月前,他爹离田时,被突然发疯的水牛刺穿了大腿 大夫说得卧床休养个一年半载时,他爷和他奶的态度就变了 说不得今天闹这一出啊,就是他爷和他奶商量好的 目的就是将他们一家给担分出去 至于为什么是担分他们一家呢 自然是因为他二叔和三叔都是他奶亲生的 更别说二叔秦万县还给老秦家生了长孙 只怕他奶早就打定好主意 不但要把他爹给单独分出去 甚至连那份长子田都要剥夺了 呀,娇娇回来了 秦娇笑了笑,脚步不停地进了院子 一只脚才刚跨过门槛 便听到他爷秦茂山气沉丹田的一声吼 你要了这份长子田,就得负担起我和你娘的养老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来养活我和你娘 秦娇步子一顿,想了想,他放轻了脚步 悄悄地挤进了人群 秦茂山指着满脸泪痕的失事对秦万领说道 他给你生儿子了吗,连个儿子都没有的人 要什么长子田 这么些年没能生个儿子,是失事心里的痛 有何尝不是秦万领心里的痛呢 别人这样说也就算了 这会儿被自己亲爹指着鼻子说 秦万领顿时心如刀割 他看着秦茂山,五尺高的汉子瞬间红了眼眶 整个人控制不住地打起斗来 长子田我们可以不要 以后你和我奶得养老,也不给我们管 放屁,敢不养我老,我就去告他不孝 好吧,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失事脸上和脖子上有着长长的几道血痕 秦娇拧了眉头 从前他奶都是歹毒地挑着他娘私密的地方下毒手的 这回直接往脸上招呼 这是打算彻底撕破脸了吧 娘,你没事吧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和望秋他们去打猪草了吗 是谁要来找的我,说家里出事了 爹,现在怎么办 秦万领痛苦地闭上了眼 秦娇知道,他爹这时又想忍忍算了 分吧,分了,再哪也难不过现在这样,别都不说 好歹这种三天一顿骂五天一顿打的日子 我娘不必熬着了 失事听了秦娇的话,捂着嘴闷声地哭了起来 他不怕苦也不怕累 可是这样的日子他是真的过怕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秦万领看了眼哭得不能自艺的失事 又看了看满眼哀求的秦娇 摇了摇牙 分!张子晴我们不要了! 秦茂山收了目光 转而对坐在八仙桌上的组长秦德顺和李政周一贵道 柳叔,义贵叔,按我的意思,这家我是不想分的 可没办法,树打分支,人打分家 您二老师万领请来的,那就帮着做个见证,把这家分了吧 哎呀,你打算怎么分? 万领没儿子,家里的水田就不给他了 汉帝给他良母,村西头的那间茅草房给他 家里一年到头,也剩不下半雕钱 值钱给他看病抓药,费了不少,银钱就也不分了 村西头的泥瓦房,秦娇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家的牛兰呢 后来牛死了,那房子就一直空着 别说是住人,怕是住牲口都不行啊 那家里养的猪,还有鸡和鸭,这些也不分吗? 不分了,今年过年 老大一家还是回来一起过 围观的人群里,响起了一阵唏嘘声 秦茂山老脸一红,却没有改口的意思 万领啊,你怎么说 他怎么说 秦万领唇角挑起抹鸡笑 正待开口,秦娇却突然开口道 组长爷爷,我们可以不要吗? 不要? 秦德顺看着秦娇问道 对,不要,我们不要我也给的东西 以后他和我奶的养老 我们也不管,行不行? 如果不行,那别的人家怎么分? 我们家也怎么分? 汉地不值钱,可也得三四两银子一亩 还有那处茅草房,秦茂山早就有今年入冬买头小牛仔的打算 这可是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 秦万领大想要阻止时,秦茂山已经对秦德顺说道 刘叔,就这样办吧,万领他什么都不要,我和侯氏的养老也找不着他 以后万姓和万丰给我和侯氏养老送终 穷人家,没什么敌数的概念 可秦万领做了老秦家二十多年的长子 给秦茂山养老送终是根植在内心的信念 万万没想到,他爹心里嫌弃他,已经嫌弃到养老都不要他养了 秦茂山不敢同他对视,心虚地垂了眼瞼,嘟囔地说道 是你要分家的 秦万领张着嘴想说点什么 却是嘴唇皮直打哆嗦,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也不知道是委屈还是气的 秦娇抓住秦万领颤抖的手,抬头对秦德顺说道 那就按照我爷的意思分吧 万领,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分吧 做儿子做成这样,我还有什么脸继续在这个家待下去 只是 我后娘虽然待我不好,可到底将我拉扯到 分家后,只要我还能活下去 四十八节的令,我一样不拉他们的 秦娇郁闷地想吐血 他是觉得要分就分得干净利落 毕竟像秦茂山这样厚颜无耻的人 只要他们以后过得好了 肯定会像那吸血的马黄一样缠着他们不放的 可天子尚且以孝治国 即便秦茂山不辞在前 秦万领却不能不孝在后 叹了口气,秦娇告诉自己忍了 好在这个世界除了讲孝道还讲规则 有了今天的分家文书仔,日后秦茂山也就只能在吃穿用度上打打他们家的秋风了 别的想都别想 分家文书仪式三份 秦家父子各支一份 另一份则由李政周一贵拿去官府备案了 老秦家的这个家就算分好了 太爷爷,能不能把祠堂西侧的那间空屋借我们住几天 太爷爷,我们不白住 年底祭祀的时候,我们家出一头羊 娇娇,你家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哪里来的一头羊啊 现在是没有,年底就会有了呀 六叔祖,说是为难就算了 我带着娇娇娘俩去岳父家住几日便是 今天的这场分家必然会轰动四里八乡的 秦茂山和侯氏被人指着脊梁谷骂是逃不了的 而一旦秦万岭带着秦娇娘俩投奔岳家 秦氏宗族便同样是要被人指着骂的 毕竟秦万岭是被分家又不是被除族 说什么混账话 你爹糊涂,我这个老不死的还没糊涂呢 这就是同意秦万岭他们一家子住进去了 谢谢六叔祖 被骂的秦茂山却是狠狠地瞪了眼秦万岭 有些想着不几句 可又涉于秦德顺的威严 只得咽下这口闷气 诗诗,你收拾收拾 我们今天就搬过去 知道了,我这就去收拾 说是收拾 无非就是几件破蓝衣裳 以及两床硬得像石头的棉絮 秦万岭走路还不利索 诗诗将包袱塞到秦娇的手里 便要上前去掺秦万岭 一道人影却快速地自外面走了进来 越过诗诗半蹲在了秦万岭跟前 与此同时 一个同诗诗年纪相仿的妇人也走了过来 接过了秦娇手里的棉絮 她三婶 于是从诗诗摇了摇头 说道 走吧,网秋她娘呀 已经先过去收拾了 辛苦她三叔了 秦万璋摆了摆手 背起秦万岭率先朝外走去 他们来干什么 谁让他们来我们家了 不是说了 他们二方这辈子都不踏进我们家一步吗 秦万璋的父亲是秦茂田 和秦茂山是异母同胞的兄弟 之前兄弟俩感情其实挺好的 是后来陈师一场抱病死后 秦茂田的老妻宋氏 想将自己收寡的仪表妹 说给秦茂山当田房 阴差阳错没说成 还让侯氏给知道了 自此 侯氏便恨上了二方 隔三差五的找宋氏的不痛快 两家这才闹翻了 你给我消停电 还行丢人丢得不够是吧 我丢什么人了 我怎么给你老秦家丢人了 秦茂山 你这个天打雷批丧良心的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瞧瞧你瞧瞧什么呀 家也分了你还想怎么样 怎么 你不喜欢万岭一家子 整个马岭村的人 都得和你一样不喜欢 是我要分的吗 是人家老大一家子 嫌弃你这个当爹的 今天晚上我给你们送饭 明天我去趟岳父家 看能不能借些钱 把急用的东西先置办起来 不用 我已经让娇娇他娘 给两个舅兄带信去了 师氏娘家要是能给力 何至于这么些年 被侯氏这个季婆婆 给欺负得直不起腰呢 施家就也应该亡 我这个兄弟也应该亡 行了 你也别推辞了 就这样定下来了 秦万岭再度的红了眼眶 万丈 谢谢你 自家兄弟 说谢就见外了 他三婶啊 给你和他三叔 添麻烦了啊 自家人说这些做什么呀 别担心 日子呀 总能熬出头的 望秋他娘无事 也跟着拍了拍诗诗的 我家里呀 还有几个不用的盆和桶 我等一下呀 就给你拿过来 沈子 不用了 明天我去趟镇子上 把这些东西全都买齐了 屋里的人文言 齐齐的挣了挣 娇娇啊 你哪来的钱呢 娘 你忘记我和你说过的话了 只要能和老秦家分开过 我却一定有法子 让你和我爹过上好日子 钱在这里 明天我会去镇上 把这里面的东西卖了换钱 众人一头雾水的 看着那个捕丁打捕丁的袋子 不明白这袋子里的东西 怎么就能换钱了呢 那 那不是你从山里捡来的地皮菇吗 不是地皮菇 是竹燕窝 竹燕窝是什么 诗诗不知道 可他知道燕窝 既然带上了燕窝两个字 那一定是好东西了 不只有诗诗这样想 屋子里的其他人 也是这样想的 那 那应该很值钱吧 前世野生上品竹燕窝 可以卖到百多元一斤 这世的价格是多少 秦焦不知道 但肯定比一般的药材贵 值不值钱 明天去趟镇上的药店就知道了 这一袋子竹燕窝 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收集的 之所以一直不拿出来 就是怕被秦茂山和猴使使水之位 这辈子都摆脱不了他们 第二天 吃过秦万章送来的糙米饭后 秦焦坐上秦万章赶来的牛车 出发去镇上了 万章叔 我们去宝和堂吧 宝和堂是镇子里最有名的药堂 进出的人非富即贵 秦万章的马车才停在药堂门口 去去去去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秦万章才要陪着笑脸开口 秦焦已经说到 万章叔 我们去百草堂 百草堂在乌石镇 虽然没有宝和堂的名声响 但也是开了几十年的老药堂了 宝和堂在东大街 百草堂却在北大街 从东到北 要绕大半个乌石镇 牛车走了足足三刻钟 才停在了百草堂外面 扔开 扔开 突兀的响声响起 与此同时 一匹早红马也自后面冲了过来 似是没有想到前面会停着辆牛车 好在马背上的人反应迅速 愣是要在撞上的那一刻 紧紧地勒住了缰绳 早红马羊蹄思鸣 立在了百草堂外 秦焦惊吓至于忘记了反应 张着嘴愣愣地看着马背上的人 少年郎约摸十三四岁的年纪 穿一身竹青色的鞋领竖腰直多 俊朽文雅的面孔上 一对寒星式的毛子 淡漠至极地瞄了眼 张着嘴的秦焦 和变了脸色的秦万章 嘴角微泯纵身下马 急步进了药堂 哎呀 那不是墨家大少爷墨铭成吗 他怎么会来这里 墨铭成 原来他就是墨铭成啊 那个十一岁便过了院士 连城县有史以来 年龄最小的秀才 确切地说 是大梁自开朝立国以来 最年轻的秀才 学霸不少见 可是颜值在线的学霸 还是比较稀缺的 哎哟 大少爷 我爹他三天前便出门会友去了 妇人的事耽搁不得呀 您还是赶紧去宝和堂看看吧 宝和堂的江老先生 擅置疑难杂政 由擅父斗两克 大少爷 您 白草堂内知道墨铭成的来意后 掌柜廖永贵 一脸歉意地说道 墨铭成英气的眉头微微拧起 单放眼里 墨色如暗海 廖永贵不敢直视墨铭成的怒火 白草堂虽小有名气 可对墨家来说那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 江老先生三天前也出门房有趣了 那 那可真是不巧啊 三百两银子不管能不能母子平安 只要廖先生随我走一趟 这三百两银子就是你们白草堂的 正走进来的秦交恰巧听见这话 不由目光疑惑地看向眉头紧促的廖永贵 送上门的银子都不要 这时下意识地又将目光转向了墨铭成 存道 怕是这银子扎手吧 避兼墨家比墨铭成更声名在外的是 他爹墨和正不爱江山爱美人 因为宠妾灭妻而被罢官归田的大八卦 廖掌柜不敢要这送上门的银子 应该是怕得罪了被墨和正放在心尖家上宠的白姨娘吧 毕竟墨夫人有个好歹 以墨老爷子对白姨娘的深情厚爱 即便不能扶正也一定是白姨娘独霸后院 秦交深深地叹了口气 男人哪 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狗屁的既是安民 一群孤鸣钓鱼的伪君子 几乎是刹那间 廖永贵一张果子脸 账红如血 是气的还是委屈的很难说 墨铭成却是甩下这句话后 转身便要离开 且慢 须发皆白 穿着一身灰色不一的廖老先生 自后堂走了出来 哎呦 爹啊 不是说好了 墨少爷 并不是老夫失了人心 实在是你母亲这样的情况 便是大罗神仙也难救啊 老先生 您都没有看过 怎么就能忘断生死 你母亲可是已经发动三天三夜 是的 她不是足月凌产 是意外早产对不对 墨铭成谋底有暗色涌过 烧请再次答道 是的 文婆可是说了 已经胎死腹中 墨铭成默然不语 回去吧 墨铭成却是固执地站在原地 目光星红地看了廖老先生 等等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秦娇很想说剖腹产呢 把肚子打开 把胎儿取出来就行了 不是没有 但很是凶险 秦娇不由地将目光看向了廖老先生 不会也是打着剖腹取子的主意吧 但很快秦娇便知道自己猜错了 找个手小善接生的稳婆 把孩子扯出来 说不定可以救你母亲一命 其实如此如此一来 你母亲很有可能会有血崩之争 血崩 在这个年头也是死路一条啊 老爷这您这话还不如不说呢 老先生 您一定有办法的是不是 墨铭成看着廖老先生 略显稚气的脸上 有着不肯放弃的坚持 哎 墨少爷 我只是个治病救人的大夫 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呀 墨铭成黯然了目光 身上突然被悲伤愤怒绝望的情绪拢住了 他正正的立在原地 不知道如何抉择 其实血崩之症也并不是无解之症 轻轻柔柔的女生像一道光一般的照亮了墨铭成黑暗的世界 他猛的回头朝声音响起的方向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莫铭成看清说话的 是瘦瘦小小 衣桌简陋的琴交时 目光突然一暗 老先生 三七盐粉 米糖服役前可接此证 三七粉 那是什么东西 不会吧 这个义士 没有三七这位中药吗 不能啊 他明明在山里 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呀 老先生 您这里没有吗 嗯 没有 并且从未曾听说过 嗯 从未听说过 怎么可能啊 琴交下一世地说道 只是话一出口 他便后悔了 怎么会不可能呢 毕竟在华夏文明的发展中 使用三七的历史推论可知三千余年 可有确切历史记载的 却是约六百余年 现在的大梁在华夏历史中并没有记载 不知道三七是理所当然的 小姑娘 这方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啊 几年前有个游方的老道士 如果我们村市病倒了 我接近了他一段时间 便好好作为报答 他教我采药和任药 廖老先生信奉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嗯 莫少爷或可一世 试一试尚有生机 不是却是死路一条 这道理莫名成 不会不知道 那个三七粉 你手里有 我手里没有 但是我们村的山里有 我现在就回村去采 敢在天黑前送到你家里 行吗 行吗 不行也得行啊 当下两方一定 秦交转身便要往外走 却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来意 啊 老先生 竹燕窝你们收吗 竹燕窝 小姑娘 你有竹燕窝 老先生 这袋子里都是竹燕窝 竹燕窝 没有燕窝名贵 但对养音补血 却有奇效 特别是像莫夫人这种 产后血须 包工受损的 眼见莫名称谋色中 有不耐急躁之色 廖先生知他此刻 怕是心急如焚了 莫少爷 这竹燕窝几起难得 与你母亲之后的身体 很是得意 你跟着姑娘买下来吧 你打算怎么卖 我出门截 身上没带多少现银 如果不多的话 我付现银给你 要是不够 回头我让下人截给你 你看可以吗 我也是第一回卖 不过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才采到这些 你要的话 给我二两银子吧 这是秦娇在来的路上 就想好的价格 并没有趁火打劫的意思 这里面的散碎银子 有个四五两的样子 你都拿去吧 多的 就当是我问你买三七的 秦娇接过荷包 看也不看的 便往袖笼里一塞 我现在就回村去采药 少爷放心 天黑钱 一定送到你府上 万丈叔 我们回村采药去 秦万丈 一头雾水 想多问几句 却见秦娇 已经一脚跨出了门槛 急忙把腿追了出去 焦焦 采什么药啊 那个 那什么竹烟锅 你卖了吗 卖了 店长柜的说 他急需一味药 药现在就去山里采 趁着天黑钱 给送过来 真的 那太好了 你们家的日子 有指望了呀 焦焦 东西明天来置办吧 我们先回村 很快 声音便随着人走远 而听不见了 还请老先生 现在就一步 嗯 走吧 秦万丈赶着马车 一路回马岭村 听说秦娇那一袋子竹烟窝 卖了二辆银子 惊得差点 从牛车上摔了下来 要知道 村里人一年到头 在地里累死累活的 也赚不回来一辆银子 娇娇 既然那个竹烟窝 这么赚钱 回头能不能让 道武和道姓 跟你一起去山里采呀 可以呀 只要道武和道姓愿意 以后我金山采药 都带上他们俩 哎呦 敢不愿意 我打折了他们的腿 村里人日子都苦 马岭村地处深山 本就地少人多 吉姆薄田 想吃口饱饭都难 哪家不是挖空了心思 想要再弄点别的营生 把日子过好的 娇娇啊 这任草药的本事 你是跟谁学的呀 万丈叔 你还记得两年前 我们村来过一个老道士吗 啊 记得 怎么了 是他教我的 啊 秦万丈眼睛屁股再次一歪 差点掉下马车 嘿嘿 万丈叔 你是不是后悔了 早知道那个拉里拉他 不知道从哪来的老道士 有这本事 你就把人接回家 当财神爷供着了是吧 嘿嘿嘿 那可不 别后悔 叔 当初我接鸡他的时候 我哪没少让我饿个肚子 你们家的饭 我可没少吃 我都记着呢 叔 您放心 以后但凡有我们家一口肉吃 就有您家一口汤喝 好嘞 哈哈 娇娇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两人说说笑笑的回了马岭村 娘 你把银子收好 我得去山里一趟 等会还要再去一趟镇上 话落 抓起角落里的砍柴刀 往腰间一别 转身便走 娇娇 诗诗带要追上前问个明白 又生怕弄丢了手里的荷包 想着问问秦万章是怎么回事 秦万章确实连牛车都没顾 一阵风似的跑回家 有一阵风撵兔子似的 撵着秦道武往这边来 娇娇往大脚岭那边去了 你再跑快点 很快就能追上 秦道武一头雾水 撒着脚丫子去追秦娇了 他三叔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嫂 你和我大哥的福气来了 福气 我呸 笑死个人了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的人 还有福气 乍然想起的话 使得秦万章和诗诗 齐齐变了脸色 侯氏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不远处 见两人看来 侯氏冷冷一笑 对着诗诗脆了一口 转身便走了 秦万章不是个张扬的性子 可实在不愤侯氏的 尖酸和刻薄 当下对脸色苍白的诗诗说道 那些竹烟窝 娇娇卖了二两银子 白草堂的掌柜急需一味药 让娇娇踩到了立刻送过去 价格娇娇说了算 余光处 瞥见了将住身子的侯氏 哎呀 好人有好报啊 当初娇娇心善 拼着自己饿肚子 也要接近那个老道士 老道士为了报答娇娇 便教了他怎么食药 采药 治药 大嫂 你和我大哥的好日子来了 诗诗听说 一袋子竹烟窝 卖了二两银子 整个人都懵了 后面秦万章说了什么 猴石又是什么反应 他全都没记住 他抓着手里的荷包 轻一脚重一脚的 转身去找秦万岭了 时镇上的墨家 此刻却是一派的 山雨欲来 风满楼 眼看着下人 一盆盆的血水往外端着 屋子里先前 还能听到几声压抑的闷哼声 渐渐的便只有 吻婆急切的催促声 和慌乱的怯怯思语声 满怨的下人 惶惶不知所措 目光齐齐地 朝站着笔直如青竹的 莫名城看了过去 莫名城无视看来的目光 微微抬头 看脸西边被晚霞 照得金光灿灿的乌脊 对身后的小丝 丽宇吩咐道 你去门房等着 那个叫娇娇的小姑娘一到 立刻把人带来 丽宇应试 急步去了门房 吻娇叔 能不能再快点 按说 山里来回一趟 是完全可以天黑前赶到莫家的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秦道武会从山上摔下来 万幸的是 只擦破了点皮 没有别的伤 只是这样一来 却耽搁了时间 秦婉张心里过意不去 呃 娇娇啊 前面拐过弯就是莫家 要不我们把牛车停一边 走过去 那我跑过去吧 叔 您找个地方 把牛车掉好头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的 秦婉张停下牛车 秦娇撒了脚丫子 朝着莫家跑去 远远看到脚门处坐着的小丝 秦娇喘了口气 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走上前 哎 你是来送药的吧 是的 这是你家少爷要的药 你随我一同进去吗 瞬间的犹豫后 秦娇点了点头 是一粒雨在前面带路 秦娇一只脚才跨过门槛 身后却突然响起到喝斥声 哪来的要饭的 去去去 滚一边去 秦娇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万点的暴击 身上的衣裳是差了点 可也绝不至于就成了要饭的呀 二少爷 这是大少爷客人不是要饭的 二少爷 秦娇不动声色的打亮着眼前自已飞扬的少年 不得不说 墨家的基因是真的不错 眼前的少年郎 虽不似墨鸣城那般让人一眼惊艳 但却是五官精致线条流畅 只是眉目间流淌的跋扈 却使得这美感大把折扣 客人 墨奇看了看低眉顺眼的秦娇 又看了看一脸急色的丽语 突然道 丽语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打着大哥的招牌 将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带进府 来人 把人给我赶了出去 门房上另外几个小厮当即一拥而上 吆喝着便要将秦娇赶走 二少爷 他真是大少爷的客人 他是来送药的 夫人等着他的药救命呢 墨奇好看得性子眼底 又利涩一闪而逝 他突然扬起手里的马鞭 便朝着丽语和秦娇 没头没脑地抽了过来 反的天了 竟敢在这里闹腾 丽语大惊之下 只能闭着眼睛 将秦娇护在身后 只是等了许久 也没等来鞭子抽在身上的痛 丽语颤颤色色地睁开眼 顿时僵在了原地 秦娇偷偷地 从丽语身后探出半个脑袋张望 等看到牢牢地 擎住墨奇 抓着马鞭那只手的莫铭成时 秦娇暗暗地蓄了口气 正打算朝墨铭成走去 不曾想 墨铭成突然用另一只手 夺过墨奇手里的鞭子 眼睛都没眨一下 对着墨奇漂亮的脸蛋 就抽了下去 墨奇捂着火辣辣的脸 蹲在地上 鲜红的血顺着手指缝 咕咕地往外流 这一幕 惊呆了所有人 秦娇更是惊得张大了嘴 虽说墨铭成看着 就不像是个好说话的主 可一出手就这样粗暴 也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墨奇痛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嗷嗷的叫声 比杀猪的还要惨烈 墨铭成却是连眼角的余光 都没有给他 药带来了吗 秦娇说不出话 只能点头如捣米 跟我走 生三七止血去瘀 消肿活血 震痛 熟三七补气补血 强健身体 秦娇将两种用法 分别同廖先生讲明白后 便提出离开了 李宇 你送娇娇姑娘出去 秦娇下一世的便要拒绝 却在想到 被莫名城重伤的墨奇时 将拒绝的话咽了下去 他还是早点离开 这个是非之地吧 秦娇一刻不停地 跟在丽宇的身后 急不离开 不想踩出二门 便看到一群人 气势汹汹地走来 为首之人 穿着一身宝蓝色 团花束腰直坠 身材高挑 头发乌黑 皮肤白皙 气宇喧昂 三寻出头的样子 很是俊朗 秦娇还在猜测 这人的身份时 耳边突然响起 一时高 一时低的哭声 他不由地 不止一顿 抬头朝后院看去 娇娇姑娘 我们走这边 娇娇 我姓秦 你喊我秦娇吧 错身而过 错身而过的时候 秦娇不自觉地回头 朝内行人看去 那是我们家老爷 不爱江山爱美人 也就是宠妾灭妻的 墨家大老爷 墨和正 是在门口遇上的二少爷 他生母可是白义娘 利宇没有回答 只是飞快地 看脸秦娇 不否认 便是承认 秦娇不由地 私下揣测 墨和正 不会是取对 墨鸣城兴师问罪吧 想到墨鸣城 甩下的那一鞭子 秦娇再冷地 打了个寒阵 这墨家父子俩 都是狠人呢 舅舅 舅舅 秦姑娘 有人在外面等你 我就送到这了 秦娇谢过利语 朝着一脸急色的 秦万张走去 天已经黑了 秦娇坐上 停在外面的牛车 和秦万张 走上回家的路 简直能说的 同秦万张说了 我原本是在前面 等你的 等着等着 却听到有过路的人 在议论 说墨家门口 有人在打架 我怕不巧 正好你给赶上了 又见街上人少了 就赶到牛车过来 舅舅 我没给你惹麻烦吧 没有 怎么就打架了呢 是谁敢在墨家门口 打架呀 舅舅 你知道吗 秦娇眼前 闪过墨鸣城 决绝狠力甩出的那一边 下意识地 打了个哆嗦后 摇头道 啊 我不知道啊 夜路不好走 两人回到马岭村 已经是虚实三刻了 这个时间 村里大多数人家 都已经睡了 只有那么几户人家 还零星亮着几盏灯光 这其中 便有秦万张家 和借住的 祠堂西厢房 秦娇他们家 娘 好像是爹和娇娇回来了 大嫂 真的是娇娇和他三叔回来了 是是 我看见了 是娇娇和万章兄弟 娘 三婶 大五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秦娇跳下牛车 朝着师师跑了过去 一直等不到你回来 你爹不放心呢 便让我出来迎迎你 这时候 秦万章也赶着牛车 到了跟前 师师便又对秦万章道 他三叔啊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哎 自家人这么见外干什么 师师谢了又谢 这才辞了秦万章夫妻俩 牵着秦娇的手 回了暂时借住的祠堂 师师给秦娇在锅里 留了饭和菜 即便已经吃了八年 秦娇还是吃不习惯着糙米饭 想着等他有钱了 第一件事 便是要餐餐吃精米饭 师爷 娘 我明天还要去趟镇上 今天光顾着赚钱了 要买的东西一样也没买 秦万里和师师 已经激动了一下午了 这会儿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佳佳 那倒是教你认药材的事 你怎么连我 和你娘也都瞒了 也不是存心瞒你和我娘的 之前学的不扎实 不敢和您说 等想和您说的时候 您又出事了 秦万里觉得自家闺女 没有说实话 秦娇心想 爹大胆点把绝的两个字 拿掉 哎呀 早说晚说不都一样吗 娇娇现在不是和你说了吗 娇娇啊 这挖草要这么赚钱 要不了多久 我们家就能造房子了吧 秦娇想了想 建房子得问村里买地 砖头木头人工杂七杂八地算下来 怎么说也得十几二十两银子 这还得刨除他们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 以及秦万里的药钱 娘 你给我两年的时间 最多两年 我就给你和我爹 在村里建一桩最好的房子 有个能遮风党雨自己的家 是每个人的梦想 事事原本呢 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没有想到秦娇真的有这样的打算 真的吗 娇娇 只要两年 我们就能有自己的房子了 当然是真的 我还能骗你啊 娇娇 我这伤养的也差不多了 回头你再去山里采药的时候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你这伤 怎么说也要再养个半年 等明年开春 县里的大夫看过了 再决定去不去山里的事 秦娇心里早就存了想法 等存够了钱就带着秦万领 去县城复查一遍 顺便再给他娘看看 还有没有生儿子的机会 不去不去不去 我都好了还去干什么 有钱也不是这样造的呀 秦娇也不和他争执 反正去不去是后面的事 现在说去不去啊 还早了点 又说了番话 直到外面想起了三更鼓声 一家三口才一犹未尽地睡下了 秦家老宅这会儿 虽然也是漆黑一片 但时段时序的声音 却没有停止过 我是后娘 老大瞒着我不奇怪 可你是他亲爹呀 怎能连你也瞒了 白日里分家 村里人嘴上没说 可哪个私底下 不说这家分得不公的 脏鸣恶鸣我们蛋了 他们一家子得了便宜还买怪 太欺负人了 去了一趟镇上就挤两银子 这一年下来没个千八两的也有个百来两吧 万峰和西儒都到了说亲的年纪 他老大不管我这个后娘可以 可不能不管万峰和西儒呀 你明儿要找他去 这银子呀 就算是我们借他的 啰啰嗦嗦地说了半天 没有得到秦茂山的回应 侯氏正在拿手捅秦茂山 耳边却响起了秦茂山的呼噜声 侯氏微微一震 醒过神来狠狠地拧了把熟睡的秦茂山 呼噜声顿时消失 但很快又接着响起 侯氏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东乡房 秦万县却是翻来覆去都没睡着 刘氏同样也没睡着 自打听说秦娇去一趟镇上 赚了几两银子后 他感觉心像是被刀扎了一样 他们一年在地里累到死 也攒不下一两银子 秦娇这个黄毛丫头去趟山里 就能换回几两银子 老大一家太能藏了 这家分得太不公平了 你明天就去找爹说 这家分得不公平 得重新分过 哼 重新分过 你说梦话呢 别说大哥同不同意 组长和李正先就得把我们骂死 那也得重新分过 谁知道老大家里藏了多少丝呢 指不定啊 偷偷藏下几十上百两银子呢 这银子呀 他必须拿出来分了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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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明天还得下地干活呢 秦娇起了个大早 要买的东西太多了 他觉得还是立章清单的好 省得到时候缺了 还得耽误功夫去镇上 有这功夫 他上山多采些草药 不好吗 娘 我去趟郑夫子家 郑夫子是个老同生 也是马领村唯一的读书人 考到年过四旬家徒四壁 连个秀才都没中后 便死了走仕途的心了 在马领村半种田 半开馆 给条件上好人家的孩子启蒙 赚点油盐钱 嗯 你去夫子家做什么呀 要买的东西太多 我怕记不住 不如让炳的大哥帮着写一张清单 回头对着清单上买 这样就不会有漏了 这年头植墨可不便宜 虽是都在一个村子住着 但两家之前也不走动 这时候貌貌然上门 诗诗劝秦娇道 别去了 万一缺什么了 回头再去买便是了 秦娇知道诗诗的担心 不过他心里早有成算 回头去镇上 他买刀纸送证件便是了 还是去一趟吧 总是接万丈数家的牛车 也挺难为情的 说着话 把腿便走了出去 不想 他才出门 便看到石英和望秋几个 结伴朝他家走来 石英 你们怎么来了 望秋是个直筒子 听了秦娇的话 张开大嗓门便说道 江江 村子里都在说 你昨天去镇上 赚了好几两银子 是真的吗 秦娇顿时一头黑线 好家伙 不是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吗 他这赚银子算是好事吧 怎么也传得这样快呢 石英和刘夏 齐齐瞪脸望秋 一口同声地说 你是个傻子吧 不是啊 我怎么会是傻子呢 石英和刘夏 却是给他一个 你就是傻子 别解释了的眼神 这时候 秦娇也已经到了跟前了 走 到你家去说 有事 哎呀 石英 就在这说吧 反正成不成 也是秦娇一句话的事 娇娇 我和刘夏还有石英 想跟你学采药 行不行 几乎是考虑都没考虑 望秋话音才落 秦娇便说道 行啊 这怎么不可以啊 几个人里 望秋年纪最大 但却是最憨的 刘夏是个木讷的性子 最小年纪的石英 反倒是最有成算的 眼见望秋便要欢呼出声 石英一把摁住他 然后看着秦娇问 哎 你不回去商量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山里的药材那么多 我一个人踩得过来吗 再说了 往常我可没少占你的便宜 也该是让你们 站回来的时候了 嘿嘿 看吧 我就说了 娇娇不是那小气的人 望秋乍着呼呼地说道 惹得石英和刘夏 狠狠地给他一个白眼 我怎么就会跟你 这么个傻子做朋友啊 哎 我哪里傻了 望秋不服气地瞪了石英 我爹都说 我是我们家最聪明的 一只眉之身的刘夏 默默地补了一句 望秋 你没听人说吗 腊里头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呢 嘿嘿 别听他俩乱说 你不傻 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傻 望秋得意地 冲石英和刘夏 抬了抬下河 逗得两人齐齐笑出了声 上前 一左一右地挽住他的手 对秦娇说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 你今天去山里不 去的话 我们和你一起去 今天不去 昨天去镇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买 今天还得去一趟 那正巧了 我爹要去县城 给我小叔家送东西 你搭我家的车去吧 周石英的小叔在县里做捕头 每个月周家都要给他送些自家地里的蔬菜瓜果的 行 你从我家门前过的时候 喊我一声 好 我现在就回去 看看我爹准备好了没有 诶 石英 先别急 我有几句话要通你们说 你们回去 都和家里说一声 山里采药卖的钱 你们只给家里一半 另外一半 你们自己要存起来 要是他们不答应 我就不带你们采药 啊 为什么 石英和刘夏却是交换一个目光后 对秦娇说道 谢谢你 娇娇 望秋仍旧是一头雾水 想问又不敢问 眼见石英和刘夏转身往家去了 他也转身回家找他爹了 因为是搭石英家的牛车 秦娇不好意思让别人等他 便没有去正夫子家 而是转身回去 问秦万灵要二两银子 站在村口等石英家的牛车 周叔 周星云笑着将牛车停下 带秦娇坐稳后 这才重新扬起鞭子 赶了牛车出发了 佳佳 你要是等得住的话 就在镇上等我 我今天还要赶回来的 秦娇想都没想便拒绝了 马岭村到县城一百多里 牛车走一天才能到的 他等周大叔回来烧它 得等到什么时候 疯了周叔 我买的东西有点多 回头从镇上过来马车回来便是了 顾辆马车可不便宜 少说也得十几个铜板呢 这要是放在从前 怕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偏这会儿秦娇张口便说了出来 哎呀 有钱就是不一样啊 秦娇不想耽搁周星云的时间 在镇上和县城的岔路口便下了牛车 锅碗瓢盆就不用说了 床和柜子还有棉絮和席子什么的 杂七杂八的买下来 二辆银子很快就见了底 别说是顾马车了 就是买两个馒头的钱都没有了 秦娇不得不再次感叹 钱是真难赚 却是真的不金花 唯一庆幸的是 因为他买了两张山木床 并两个张木箱子 好歹算是个大主顾 一番嘴皮子下来 家具店的老板总算是答应送货上门了 省了他顾马车的费用 掌柜的 我另外还买了一些东西 我去拿来 你要买车师傅等我一会儿 啊行 你快去快回 这边再有一刻万钟的样子 应该就能出发了 秦娇A了一声 连忙去各家店取寄存的货了 正扛着席子往前走 不想身后 却突然想起了道迟疑的声音 秦姑娘 我还以为是认错人了 没想到真的是你啊 老先生好 秦姑娘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那个 老先生 你有话就在这说吧 我出来小半天了 骑着回家吃饭呢 没吃饭 走走走走 去他们家点两个餐 我们边吃边说 老话说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只是这话实在是不适合用在须发揭白身上散着淡淡草药气息的 廖老先生身上 老先生 你有话就说吧 廖老先生看了眼秦交肩上扛着的草席 一瞬间明白过来 怕是这小丫头昨天横赚了一笔 今天是来大采购的 两件事 一 这些日子 没事尽量别到镇上来 二 二 以后你踩到的三妻 能不能都卖给我们要他 老先生 莫夫人她没事了吗 嗯 孩子没保住 莫夫人有惊无险 靠着你的三妻保住了命 秦交便明白过来了 莫夫人没事了 那些盼着有事的 这会儿怕是正蠢蠢欲动的 打算拿他这个半路杀出来的 成咬间泄气呢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老先生 老先生 您只要我的三妻吗 别的草药药不药 那得看是什么药 寻常的草药 我们有长期进货的地方 一些不常见的 你有我就说 秦交也没想着 靠那些烂打街的草药发财 前世干了十年的抓药师 看病开方子他肯定不行 但是草药的高低贵贱 却是看一眼就门清的 当下便应承了廖老先生 给他的药 必是市面上不常见的好药 当然也没忘记 约定价格 必须随行就市 半下午的时候 马车停在马领村 差不多整个马领村的人 都围上来看热闹 秦万领得了信 在失事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娘 你给弟小哥带个路 让他帮着把东西搬家去 诗诗一叠声地硬着 当下便领着 背了扇床板的电伙计离开了 这时候 村里的男人都下地了 留在家里的也就是老弱富儒 秦万领看着满满一马车的东西 激动的眼眶都红了 昨天还愁得肠子都差点打了结 才一个晚上就什么都有了 简直跟做梦似的 万领啊 你夫妻好啊 生了个这么能干的女儿 是啊是啊 我也觉得我在娇娇很能干呢 望秋和刘夏去打猪草了 石英从人群外面挤了进来 娇娇 有什么东西是我能拿的 那你拿这个吧 石英才带伸手去接 一道身影却抢在他前面 将草席一把夺了过去 那你也是来帮忙的吗 猴氏给了秦娇一个白眼 抱着席子指着马车上的铜壶 对铜来的刘氏说道 老二家的 你拿这铜壶 你爹呀早就念叨着 要买个铜壶带水 去地里喝了 刘氏几乎是迫不及待的 朝着马车跑了过来 只是没等他伸手 秦娇便拦在了他跟前 奶 二婶 感情你们不是来帮忙的 是来抢我家东西的 你家东西 我呸 老大 昨天分家的时候 你可是红口白牙亲口说的 一年四十八节 不会少了我和你爹的孝敬 我和你爹睡的席子 破得就剩四个边边了 还有啊 这大热天的 你爹下地干活 连口水也喝不上 这席子和铜壶呀 就算是你孝敬我们二老的了 秦万灵一张脸 黑成了锅底了 他是个老实人 这番话确实是他说的 侯氏那番话也没有作假 这席子和铜壶 他还真开不了口往回要 还愣着干什么 把铜壶拿上 我们走 哎 眼见秦万灵没之声 刘氏当即伸手 去拉扯在眼前的秦交 只见他手材伸出去 便看到眼前滑过一道白光 吓得他嗷一声 缩回了手 来 你怕是弄错了 这马车上的东西是我的 可不是我爹的 我爹不能拿了我的东西 孝敬你和我爷 想要东西 让他赚钱给你买去 什么我的 他的 你命都是你的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呀 没良心的剪蹄子 亲生的爹娘都不认了 你眼睛里还有谁呀 爹 这些东西是谁的 自然是你的 奶 你听到了吗 吼氏一张脸顿时清白交替 大屋奶奶 这是娇娇的东西 你还是还给他吧 秦万灵 你没良心的你 我就算没生你 可总养大了你吧 食一把尿一把的 就得了这样一个结果吗 你总的这个丫头骗子 欺负到了我的头上了 你就不怕天打五雷哄吗 哼 就算打雷 第一个也是把你这老钱婆给哄了 大哥 不是我这做地媳妇的说你啊 你就是让大家伙给平平理 这事呀 也是你做的不对 不说你和大嫂把娇娇灌的玫瑰去 就说这席子和童湖 你孝敬给爹和娘怎么了 你这里还有满满当当的一马车呢 秦万灵嘴笨 一肚子的话却不知道怎么说 张红了脸梗着脖子不说话 二婶说的是 是没什么 要不我拿着这一马车的东西 换银和奶的房子吧 毕竟你们都有地方住 我们家是借房子住 是不是 是啊 昨天你们分家的时候 可没想着说万里说和你们是一家人 就差让他们一家三口光定搬出来了 我爷爷说 这十里八乡 还没谁家分家 是这样的分法 昨天的分家 村里人不说个个到场吧 可全城看完的人也不少 哎呀可不是嘛 今儿一大早呀 我娘家嫂子还托人带话呢 问是不是真的呢 还说呀 这往后谁家的女儿呀 还敢往马领村嫁呀 马领村地处深山 山里人本就难娶媳妇 名声坏了 就更难说媳妇了 一时间养了儿子的人家 纷纷对侯氏指指点点起来 侯氏哪曾想撒泼打赖都站不到好呢 眼见的一大半的人都在指责他 剩下的一小半 虽没有指责 却也没有相帮的意思 心里那个恨呀 他嗷的一声 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头朝着秦万岭撞了过去 我不活了 我还活着什么劲呢 我 秦万岭本就有伤在身 哪里惊得起侯氏这权力的一状呢 秦娇扔了火钱便朝他爹扑了过去 想要替他挡住侯氏这一状 刘氏像是一早就等着一样 秦娇才动 他便上前把人给拦住了 秦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爹摔在地上 侯氏对着他又是抓又是挠的 秦娇后悔了 他不该扔了火钱的 早知道会这样他就该抓着火钱把刘氏抽成个猪头 反应过来的村里人忙不迭地上前试图将侯氏和秦万岭分开 侯氏却像只吸血的马黄一样死死巴着秦万岭怎么也不肯松手 你松手 再不松手 我对你不客气了 刘氏的回答是狠狠在秦娇腰间的软肉上捏了一把 你爹和你娘真是把你惯坏 没大没小的连你奶都不放在眼里啊 今天我就要替你爹娘好好地教训你 说着抬手便朝着秦娇脸上扇了过去 这世上的坏人不少 但像侯氏和刘氏这样又坏又蠢而不自知的却实在不多 难道他们不知道 他早就想动手了 只是因为不想让人说他娘不会生儿子 连个女儿都交不好才一直压制着 好吧 阎王拦不住送死的鬼 刘氏一心作死 他成全了 秦娇突然冲刘氏资了资牙 这笑实在是诡异得很 以至于刘氏目光一僵的同时 手上的动作都忘了 还是私密处的顿痛使得刘氏回过神来 刘氏下意识地想要伸手去舞 然后才伸出手便想到了这时大厅广众之下 他收了手夹紧双腿 呲牙咧嘴地指着青椒 小畜生 我打死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叫的东西 救命啦 我审慎她要打死我 秦娇一边喊着 一边任由刘氏将她抓住 趁着混乱间 手里的针再次准确无误地扎进了刘氏的胸口 说起来也是刘氏倒霉啊 这针她买的时候随手别在了袖口 路上忘记取下来了 这会儿便顺利成章地成了她的凶器 刘氏吃痛地嗷的一声跳了开去 秦娇趁势跑向了抱着她爹撒狠的侯氏 奶 你别打我爹 你要打就打我吧 说着话的同时 手里的绣花针狠狠地朝着侯氏身上扎了下去 侯氏哪里会想到秦娇会出这样的阴招呢 痛得当场就尖叫了起来 她又不是肯吃亏的主 抓着秦娇将她摁住 巴掌与点子似的往下落 秦万灵自然不能同意 抓住了侯氏的手 秦娇趁机又给了侯氏好几针 她就不信了 侯氏还能脱了裤子让人咽伤吗 侯氏吃痛不敢再纠缠 趁势倒在地上打起了滚 哭天强地起来 自娇快上地看看 打在哪里了 很痛吧 秦娇本想说她没事 但转眼却想到了 这是个让秦万灵彻底死心的机会 别 我二神和奶奶打得我好动啊 我快冻死了 小小你哪里痛 你和爹说 秦万灵哆嗦着手 想摸又不敢摸 七尺高的汉子 眼泪哗哗的直往下掉 秦娇虽然是个女儿 可长这么大 他们夫妻俩一个手指头都不舍得碰 偏今天 让侯氏和刘氏婆媳俩轮着打了 心里那个恨呢 如果可以 她恨不得把这两人多碎了喂猪 啊 她刘婶啊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一个当婶婶的 怎么能动手打侄女呢 我 刘翠娥 我和你拼了 诗诗自人群外一头扎了进来 一把薅住刘氏的头发 眨眼间两个女人便你一爪子我一巴掌地打了起来 秦娇有点傻眼呢 毕竟这是诗诗第一次和人动手 动手的那个人还是刘氏 侯氏自然不能让刘氏吃亏 也不打滚了跳起来便朝诗诗扑了过去 哎 奶 你别打我娘 要打就打我 侯氏顿时心生恐惧 下意识地两腿一紧 连连地往一边躲去 秦娇心里暗暗可惜 她还想趁机再扎几针呢 啪 诗凤云你疯了吗 你敢打我 刘氏尖叫着 一双手不要命地往诗诗脸上招呼 诗诗顿时感觉脸上火烂烂的痛 她咬着牙关不管不顾 两手抓着刘氏脑袋 用力地往地上砸 指一下便将刘氏砸得两眼发火 脑袋嗡嗡直响 一边的侯氏急得不行 再砸几下还不把人给砸死了 刘氏死了不要紧 两个宝贝孙子怎么办呢 侯氏这会儿也顾不得会被擒娇扎了 扑上前薅住湿氏头发 咬牙往后拽 娘 您松手 您这样会伤得富云的 刘氏趁机爬了起来 对着毫无防备的秦万灵 狠狠地挠了下去 傻时间 秦万灵脸上一片血肉模糊 她爹 一旁的秦娇 眼见得自己爹和娘都吃亏了 眼底胸光一闪 二话不说 再一次一头扎进了战场 珍藏在指缝间 一气在猴氏身上扎了十几二十下 你放开我娘 我求你了 你别打我 你和我娘 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 你留我们家一条活路吧 没喊一句 秦娇便往猴氏身上狠扎一针 于是乎 除了秦娇喊破嗓子的求饶声 便是猴氏一声高一声低一声的呼痛声 更糟糕的是 不论她怎么用力 都挣不开死死扒着她的秦娇 更要命的是 秦万灵和施氏怕秦娇吃亏 夫妻俩一人一边 死死地扒着猴氏手不让她动 猴氏简直都快疯了 刘氏知道秦娇下阴手 想上前又不敢上前 不敢上前又怕猴氏秋后算账 五个人就像是尾巴打结 缠在一起的老鼠 转来转去热闹得不行 不想话 太不像话了 还不快将人给分开 趁着村人上前 秦娇将手里和别在衣裳上的针扔在地上 还不忘用脚踩了踩 紧接着又飞快地在胳膊和大腿上捏了几把 我要去衙门搞你们 不孝的东西 简直是没有天理了 秦娇跟小畜生 他拿针扎我 好痛啊 痛死我了 柳叔祖啊 您老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昨天分家的时候 是大哥亲口说的 四十八节的孝敬少不了 今天为了床席子和铜壶就把我娘给打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万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万灵当下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给说了一遍 柳叔祖 您老要是不相信我 可以问问大家伙 到底是谁在撒谎 谁撒谎 秦万灵 你个黑心懒干的畜生 你自己养了个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吗 我都快被你养的小畜生 扎成筛子了 奶 我没有扎你 我真的没有 我拿什么扎你啊 还有 你说我扎你了 你倒是说我扎你哪儿了 不然 你给大家伙看看 给大家伙看看 秦娇的意思是 让他在大厅广众之下 脱了衣裳宴伤 不然就是他撒谎诬陷不成 侯氏气得差点吐血了 侯氏和刘氏不肯脱衣裳宴伤 只一味地要求秦德顺做主 惩罚秦万灵一家三口 可秦德顺不是秦茂山 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更别说在场的村民 这会儿都一股脑的 偏向了秦娇他们一家三口 说着侯氏婆媳俩的不是 几十岁的人了 要点脸行不行 我怎么不要脸了 您老呀可是组长 处事得公正 明明就是秦万灵他不孝 行了我跟你这黑心眼的妇人说不行 你回头让茂山来和我说 侯氏自然不能同意 张嘴便要好 秦德顺一个眼刀子飞了过去 再胡叫蛮缠 观祠堂请家法 足归处置 都散了吧 啊 没事干闲得慌啊 就帮万灵家 把这些东西归着归着 侯氏和刘氏虽心有不分 可距于秦德顺的威望和势力 不敢再作妖了 婆媳俩叨叨叨逼逼的 往秦氏老宅走去了 太叔祖 谢谢你 你是个能干的孩子 好好把这个家撑起来吧 嗯 太叔祖 我会的 胡氏千错万错 可到底 又一样没错 他养大了你 有些事啊 就别太放在心上 他要是真过分了 你来找我 我替你做主便是 动手就是你们不对了 六叔祖 我没有动手 我 我知道 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有些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目光有意无意的 缩了眼一侧的秦娇 顿了顿道 行了 你去忙吧 啊 乌石镇 墨家 昏迷了一天一夜的审视 慢慢的睁开眼睛 啊 夫人醒了 陶菊 快去禀告大少爷 夫人醒了 哎 妈妈 我这就去 你刚才 让陶菊去禀告谁啊 夫人呢 少爷他回来了 啊 川儿 川儿 他不是在省城吗 他怎么回来了 昨天半上午的时候 少爷突然回来的 少爷到家 问了您的一番情况后 便去了白药堂 把廖老先生请来了 哎 夫人呢 也亏得少爷他回来了 不然您就 张妈妈 没敢说那个字 即便审视逢兄化吉 可还是有忌讳的 可是 他的相识怎么办呢 范先生都说了 他这次 有九成考中的可能啊 都是我的错 是我连累了他 您别这样说 相识 又不是只有今年一次 可如果您没了 真就没了 想到之前的凶险 张妈妈眼泪 速速的只往下掉 沈氏也想到了 还想到 那个生下来 就没了气息的女儿 心里刀割似的一样痛 他一直都想要个女儿 好不容易老天爷开恩 谁知道 夫人呢 你还坐月子呢 可千万不能哭啊 把眼睛哭坏了 怎么办呢 沈氏由着张妈妈 替他逝去脸上的泪 川儿 怎么会这个时候回来的 可是有人 给他送信了 省城离乌石城 相距几百里 便是马不停蹄地跑 也要跑个几天几夜的 他是因为意外 才早产的 从发作到生产 也就是几天的时间 就算是有人送信 估摸着 这会儿 信还在去省城的路上 沈氏百思不得其解 同样的后兆院 莫老太爷 同样百思不得其解 他看着眼前 承载着他 所有期望的长孙 没有人给你送信 是因为你梦见你娘难产 你才赶回来的 是的 莫老太爷 捋着河下的山羊须 沉吟着没有之声 爹 你这是不打算 给齐儿做主了吗 你想祖父怎么替他做主 同样的 给我来一鞭子 逆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 齐儿是你亲弟弟 你怎么就下得了这样的手 您错了 他是你儿子 但不是我弟弟 你在替莫七讨回公道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还我娘一个公道 离灵产还有一个多月 他为什么会突然早产 你这是什么话 啊 他为什么早产 我怎么知道 还有 我们现在说的是 你打伤齐儿的事 你别扯那些有的没的 莫明成不看莫合正 他知道 这个人在他们母子头上 已经不是偏心 而是完全没有心了 在回来之前 我已经让人去石城县 送信给舅舅了 算着时间 他应该这两天就会到 到时候 是合理还是告官 看舅舅的意思办吧 小畜生 你什么意思 就连莫老太爷也变了脸色 嫡长孙有出息他自然高兴 可数出的孙子资质也不差 家已时日科举入室 朝堂之上 必然也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可现如今 容貌被毁 今生今世都没有入室的可能了 心中遗憾的同时 对长孙 自然便也有怨怪之意 只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处理 长孙却说 沈家要来人了 明成啊 即便是你爹对你娘有所亏欠 可你始终是莫家的子孙 你这样丝毫不将 莫家的利益放在心上 祖父对你很是失望啊 即使孙儿让祖父失望了 那不如 便让孙儿随同母亲 一同离开莫家吧 你说什么 你要离开莫家 对上莫老太爷 威严震慑的目光 莫明成 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 孙儿已经想好了 主要是舅舅执意 让母亲和父亲合理 孙儿便跟随母亲 去沈家 并且改兴神 莫老太爷一口气 差点没蓄上 逆子 我打死你这个 无腻不像 没有人伦的东西 也好 长孙儿这脾气 实在要不得 确实也该受点教训 只是 意料中的巴掌声 却没有响起 等莫老太爷 睁开眼睛看时 才发现 莫明成 攥住了莫和正 高高举起的手腕 这世上 谁都可以教训我 毁忧你 不能 我不能 我呸 你是我生的 我养的 这世上除了我 谁还有资格教训你 只是 他虽然比莫明成 升得高升得壮 可常年的酒色亏空 早已经是一副空架子了 而莫明成 打从三岁起 除了读书写字 做文章外 还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学了一身的好功夫 真要动起手来 这个老子 根本不是儿子的对手 你可以 但你不配 莫明成 松开了莫和正的同时 略移用力 莫和正 亮腔着 差点便一屁股蹲在地上 畜生 你给我滚 现在就滚出这个家 走 肯定是要走的 但什么时候走 怎么走 却不是你说了话 好啊 他就说这是个黑心烂竿的小畜生 怕是他早就计划好了的 毁了齐儿的容貌 让他无缘是图 这样他就能在莫家呼风唤雨 以之独大 爹 您看到了吧 我早就说这畜生天生反顾 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莫家 您现在信了吗 莫老太爷默然不语 他目光沉沉地看着烛光斑驳的地面 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 气的是同样是自己的血脉 儿子蠢得像头猪 孙子却聪明地像只狐狸 好笑的是 蠢的人蠢不自知 聪明的人也不点破 川儿 你这是想逼祖父 废子立孙是不是 爹 您什么意思 什么废子立孙 我怎么听不懂 您在说什么呀 莫老太爷不看莫和正 而是目光沉沉地看着莫明成 川儿 你心里到底怎么打算的 不如全都说出来吧 孙儿能有什么打算 母亲的委屈不能白受 妹妹不能白死 这一切都该有个交代 祖父 您说是不是 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你要什么交代 你跟谁要交代 粗力的吼声 站得莫老太爷耳朵疼了 你要是不能好好说话 就滚出去 爹 您兄我干什么呀 明明是这小畜生 门外伺候的下人 个个筋肉寒蝉 以至于来报信的陶局 还没进院门 便被拦了下来 夫人醒了 想要见大少爷 哎哟 老太爷正在发脾气呢 这个档口谁敢进去替你通船呢 哎呀 等等吧 等过了这阵风口再进去 陶局是个死心眼 想着自家夫人死里逃生的 想见一眼大少爷 怎么就不行了 当下不管不顾的便往里闯 少爷 大少爷 夫人醒了 陶局的喊声 打破了屋里 令人窒息的寂静 祖父 孙儿告退 也不等莫老太爷开口 便大步地走了出去 爹 您看看您 都给他灌成什么样了 莫老太爷 却是一个冷刀子砸了过来 你媳妇醒了 你不去看看 我不去 我去能干什么呀 再说大夫说过了 人能醒过来就是没事了 我得去看看祁儿 对了 爹 我跟您说件事啊 我想带祁儿去府城看看 说不得府城有好大夫 能看好他脸上的伤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要 爹 您打我干什么呀 我打你干什么 我打死你这个猪油 蒙了新的蠢祸 爹 您这是干什么呀 莫合正一边喊 一边往外逃了出去 蠢祸 我怎么就生了你 这么个蠢出生天的王八 老太爷 老爷他可是您亲生的 他是王八 您是什么呀 沈氏看着眉目间 难掩疲倦怠之色的儿子 还没开口 眼泪就先掉了下来 您还在坐着月子 别哭 哭坏了眼睛怎么办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在府城那几天 一下心神不宁 总感觉有出什么事 有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你浑身是血的 来向我告别 梦醒后 我就马不停蹄地往家赶了 他没说因为走得太急 他甚至连身路上 换洗的衣裳都没戴 一个梦 便让儿子连前程都不要了 沈氏心里又是愧疚 又是安慰 这个家里 到底还是有人 把他放在心上的 只可惜 错过这次相识 儿子就要再等三年 都是娘不好 是娘 连累了你了 不喜欢您这样说 相识三年一次 这次不考 下次还能再考 您有个好歹 我还能去和阎王爷 抢人不成 川儿 你妹妹他 我已经和祖父说过了 这件事 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张妈妈说 你打伤了墨奇 你爹 他没怎么样你吧 话落 目光紧张地 上下打量着墨鸣城 生怕伤了哪儿 碰着哪儿的 我没事 您不用担心 他蠢 祖父可不蠢 唉 现在 有你祖父在 他还有所忌惮 可要是以后 你祖父没了呢 祖父没了 我还在 你放心 我肯定能护住你的 我回来之前 让人烧了信 去外祖家 估摸着这两天 舅舅应该就要到了 如果舅舅让您和离 您愿意吗 和离 可是想到和离的代价 是同儿子再难相见 他就怎么都下不了 这个决心 我自然是愿意的 这墨家大夫人 谁爱做 谁做去 我不稀罕 可是 如果我同你爹和离了 你怎么办呢 白氏那个贱人 早就视你为肉中刺了 现在 你又伤了墨齐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川儿 你去你舅舅家吧 你 我和祖父说了 要是您和离 我和您一起离开墨家 您会将我过继 到舅舅膝下 除非你祖父他疯了 不然 他肯定不能同意的 同不同意是他老人家的事 我们不操这个心 因为四面环山 马领村时常云雾缭绕 忽略掉村子的闭塞和贫穷 单论景色 道一声人间仙境 也不为过 石英 看到娇娇了没 周石英摇头 从牙上往下看 只有一片葱绿的绿色 再往下是条山溅小溪 唯独不见秦娇的身影 望秋得不到回答 心里着急 对周石英喊道 你来抓绳子 我来看看 别胡闹 这里就说你力气最大 你不把这绳子 娇娇真要有事怎么办 道五 要不你下去看看 我 望秋 你知道的 我 我怕高 哈 秦道五 你没做梦吧 你个山里乡下娃 皮人里不是少数韬鸟 就是架河抓鱼 你说你怕高 还不如说你怕死呢 秦道五一张微微泛黑的脸 煞食长成了猪肝子 他是男孩 就算是年纪不大 也是要面子的 谁怕死 我才不怕呢 说完话 便松开了手里的绳子 往前走 道五 你疯了 你想害死娇娇吗 秦道五一个激励 下意识地紧了紧 手里的绳子 留下回头 想要说几句望秋 却感觉手里的绳子 陡然一清 不由地 对正要走过来的周石英道 石英 你再去看看 娇娇应该到了 打住了 我要下去了 石英 一句小心血 还没说出口 周石英已经下了牙壁 牙下 秦娇看着枯树下 一层橘红色 像极了新鲜牛肉干的牛樟菇 激动得整个人打起了哆嗦 牛樟枝啊 全世界只有宝岛才能自然生产的东西 万万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找到 这层牛樟枝 不说成百上千 几十两的银子 绝对值得 秦娇深吸了口气 取了碑楼里的药厨 蹲下身小心翼翼的将那从约摸一斤左右的牛樟枝 连着泥土一起挖了出来 放在杯楼里 石英 你怎么下来了 我来看看 有什么能帮忙的 秦娇之所以会吓到这牙壁 是因为他想试试运气 看看能不能找到铁皮石壶 不曾想运气好的爆棚 没找到石壶 却找到了牛樟枝 我弄到好东西了 先上去再说 焦焦 这不是蘑菇吗 焦焦 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啊 刘夏和秦道武同样一头雾水的看着秦娇 这个叫牛樟枝 当然 也可以叫牛樟枯 是一味名贵的药材 就是说 它可以卖钱 卖得还不便宜 是吧 嗯 是的 我估摸着 卖个十几二十两应该不难 这还只是他的保守估计 按厚实价格来说呢 这朵牛樟枝 卖个二三十万 是妥妥的 那么多 那么多呀 嗯 这是我预估的价格 不过真正能卖多少 得看运气 焦焦 我们去县城卖吧 我爹说 城里的柴货都比镇上卖得贵 这么好的药材 县城的药堂 肯定比镇上的药堂出的价高 周时英见他不说话了 便也没有再置声 焦焦 哎 这事让焦焦决定 他说在哪里卖 就在哪里卖 秦焦自然是想多赚点的 不说他这会儿缺钱缺得想疯了 就算不缺 那也没人和钱过不去不是 他只是想着 他之前答应过廖老先生 药材都卖给他 现在有了好药材 问也不问他一生 就卖给别家 好像不大好 还是先去百草堂 问问廖老先生嘛 要是他给我的价格合适 就还是卖给他 石英几个虽然略感失望 但都尊重了秦焦的决定 几个人在山里又转了几圈 挖了些别的药材后 眼见天色不早 便收拾东西回了村子 次日 秦道武赶着自家牛车 接了秦焦去镇上的百草堂 因为来得早 药堂人不多 廖永贵正在给人枕着卖呢 廖老先生副手站在一边看 老先生 我昨儿得了杯好药材 您看看收不收 哎呦 是吗 快拿给我看看 秦焦小心地从竹楼里 将牛樟枝拿了出来 牛樟枝 既然识得这是牛樟枝 那么自然也清楚他的价格 秦焦心里松了口气 这样一来可省了他不少的口舌呢 是的 老先生没说错 正是牛樟枝 廖老先生接了过来 一边爱不释手地打量着 一边问道 秦姑娘 你打算买多少啊 老先生准备出多少 廖老先生才要开口 却在看到了药堂外的人来人往后 话声一顿 秦姑娘 我们去后面说吧 行 不过我得先去和我堂哥说一声 不然回头他进来看不到我人 他是得着急 不想 正说着话 挺好牛车的秦道武 已经从外面走了进来 老先生 他是我堂哥 叫秦道武 老先生 廖老先生和蔼地点了点头 对秦焦道 我们去后堂说话 这里不方便 白草堂和镇上大多数人家的铺子一样 都是前殿后院的格式 四四方方的小天井 一间正房 外加东西两间厢房 收拾得很是干净整齐 秦姑娘 这里没有外人 你说个价吧 那我就不跟你了客气了 您看五十两银子怎么样 五十两银子 秦道武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了 甚至是连目光都无处安放 既不敢看向廖老先生 也不敢看秦焦 只想着 明明之前说的是十几二十两 咱们这会儿就变成五十两了 秦焦却是落落大方的 看着廖老先生 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秦姑娘 五十两可不便宜啊 一只上等人参 也就这个价吧 是不便宜 不过老先生想必也知道 他真正的价值 远远不值五十两 你说是不是 真是个有趣的小姑娘 行 五十两就五十两 我这就去取来给你 小焦 你再掐我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这一路上 秦焦已经应秦道武的要求 掐了他不下十次 还掐呀 你不痛 我手确实痛了 不掐了 这下 你爹和你娘不用犯愁了 十两银子 别说是给你娶媳妇 遇上好说话的人家 连你弟的媳妇本都有了 山里人穷 要不是聘礼给的够 家里有女儿的 都不愿意把女儿往山里嫁 于是肚子争气 生了三子一女 虽说多子便是多福 可想到以后 要给三个儿子娶媳妇 于是和秦婉章夫妻俩就觉得 身上像压了座山一样 小娇 这银子你是打算投我们几个平分吗 不平分 难道我一个人独吞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站住 只见四五个脾里脾气的男子 吊儿郎当地站在路中央 整不怀好意地 朝着秦道武和秦娇两人看来 虽然不常来镇上 可这几个人 秦道武确实知道的 这些人是镇上有名的地痞 为首的人绰号赖老八 专门干着坑蒙拐骗欺男霸女的勾当